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他除了漂亮 性感外就没什么 但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没有真正了解柳妍 如今40岁的柳妍一点都不幸运 这一路走来可以说非常坎坷 心酸 从小他就很有文艺天赋 唱歌 朗诵比赛亮亮精通 只可惜 因为出身贫寒 导致没有多余的时间 或者是多余的钱 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因父母在外打工 所以小小年龄就跟在父母身边 别看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但柳妍从小到大 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好 高考时 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 毕业后 也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本可以无忧无虑的时候 没想到 此时 母亲却被检查出患上了癌症 虽然自己工 做很好 工资待遇也很好 但却忙不住母亲看病的费用 为了赚钱 柳妍放弃了这份工作 找了一份主持人的工作 没想到 却深受打击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 再加上没什么背景 经常被人欺负 但好在 他都坚持了下来 当时的他 一心想着就是赚钱给妈妈治病 虽然当主持人时 没什么名气 好在 妈妈治病的钱不愁了 也许是他的孝仙感动了上天 妈妈通过治疗 痊愈了 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没想到 此时自己却得病了 可能是为了赚钱太过劳累吧 在还没确诊自己患什么病时 柳妍却非常担心 担心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 怕自己以后 看不到现在这么漂亮了 就拍了一些杂志 没想到 却一夜成名 好在 后来检查出 自己没什么大事 从此以后 柳妍给人的感觉就是性感 成名后的他 也主演了很多影视剧 但不管怎样 观众却没有记住他的角色 从始至终 他身上的标签就是性感 好在 现在的柳妍已经看开了 只是 非常遗憾的是 至今四十岁的他 却依旧孤身一人 曾经想牵着父亲的手 每每嫁出去的他 这个愿望却永远都实现不了 原因是 父亲因病去世了 他曾说父亲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看到他结婚 所以 现在柳妍经常跟朋友说 有空时 多陪陪家人 对此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